线上的朋友大家早也非常感谢FK 这次也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天气的变化的时候 其实都会对一些不只是百姓 或是农作物可能都会造成一些影响 当然这波的一个冷空气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大概也有陆陆续续 透过我们公司的网页 或是在这个FB上面有稍微 跟大家来做说明这波冷气团的一个状况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想我就很快稍微跟大家来做说明 很多的媒体我想在这一两天 其实都在讲就是说 入秋最强的冷空气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报道 一秒钟就变成冬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波到底有多强呢 以及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很快的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要说明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整个一个气候的部分 当然也有一些专家在讲说 这一波的冷气团迟到了 那我们来看是不是真的迟到 这是过去五年 五年的一个冬天冷气团影响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先来看 在过去五年最冷的一年大概是2010年 它大概在12月7号才来了一波 当然这一波是够强了 它是一个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另外来讲的话 像在2011年也到12月初 12月2号才来了第一波的冷气团 我们把我们的记忆挪回到去年的时候 去年第一波的冷气团什么时候来了 12月1号 所以不是冷气团迟到 而是今年的一个冷气团的部分 如果从预估的资料上面来看的话 26号到27号很有可能达到 这个冷气团的一个强度 所以这边也跟各位朋友做个说明 不是冷气团迟到 而是在整个一个暖化的一个背景之下 让我们这个冷空气呢 影响台湾的时间相对就比较延后 这个是从1947年到2014年 台湾整个冬天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985年之前呢 其实呢 整个台湾的一个长期冬季的温度呢 非常容易偏冷 当然某一些年还会出现 比较热的一些年份的一个状况 从85年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 红色的一个机会比较多 代表怎么样呢 整个冬天的一个低温的状况 受到暖化的一个情形呢 都有明显的受到这个影响的 影响的一个状况 好 接下来我想就很快针对 我们即将来到的这一波 冷空气的一个影响 很快来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这个是全球最好的一个电脑模式预测 欧洲模式的一个预测 这个是26号晚上8点地面天气 台湾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冷高压 冷高压的位置 大概在长江流域以北 整个一个明显的一个 偏北风的一个状况 大概在这个26号晚上 8点陆陆续续都会达到 我们到达这个台湾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 从目前今天开始到明天呢 整个冷空气的这个先前部队呢 慢慢都会陆陆续续的 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一个状况 最冷的时间点呢 应该是在这个26号 明天大概傍晚1月之后呢 整个温度呢 会逐渐的一个下降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感受 它温度的一个状况 我们如果从北部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其实今年11月比较特别 就是在11月的这个中旬 15号到19号这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我们可以从这张的一个图可以看到 黑色的线呢 是这个气候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的温度呢 比这个气候的温度高了将近 两三度左右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在11月中旬 真的是非常非常热 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一个北部低温的一个情形 平均温度最低的时间点 大概就是25号26号 这一波过来之后呢 冷空气大概就逐渐的一个减弱 另外呢 有一小股大概是在30号的一个冷空气 不过它对我们温度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再来可能就是要落在这个12月2号3号 可能又另一小股这个比较偏凉的一个冷空气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 后面11月底跟12月初 这两股冷空气的影响 目前它的一个强度稍微是比较偏弱的一个部分 至于水气多不多呢 以北部上面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25号 25号26号 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水气相对是比较多 但是到了27号28号29号 其实基本上我们相对就转的比较偏干的一个情形 另外呢在这个下一波的30号来的时候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云量稍微比较偏多 降雨机率会比较明显偏高的一个情形 至于就是说对我们中部朋友的一个影响 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温的一个最低的一个时间点 大概也是在26号27号左右 平均温度大概是在19度左右 至于就是说在11月底跟12月初 那两股比较小的一个冷空气 它的影响目前来看的话 是针对北部的一个可能会稍有一些影响 但中部跟南部的影响相对都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我们很快的把未来五天 台湾各地的一个温度很快跟大家做说明 这边呢是提供最低温度的一个状况 明天的一个部分呢 在北部呢还有一些下雨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最低温度从17度呢 到26号的时候大概达到14度左右 另外在这个礼拜五27号的时候呢 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呢 沿海空旷的地方呢 低温有可能下探13度 所以这是针对北部的一个影响的部分 27号之后呢 温度慢慢缓慢的一个回升 到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天气相对是比较回暖的一个状况 中部的一个情形呢 基本上呢整个五天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是比较稳定 所以都是有这个日夜温差会相对比较大 我们来看一下它低温的发展的一个状况 也是从明天19度 礼拜四17度 到这个礼拜五的部分 低温的部分 大概可能会达到这个16度 最主要是因为这个辐射冷却的一个效应 所以也就是说在清晨跟夜间呢 它的低温的部分 在中部呢 大概可以来到16度左右 礼拜六礼拜天之后呢 最低温度慢慢就逐渐的一个回温的一个状况 至于在这个中南部比较空旷地方 空旷地区的一个部分 同样温度的一个下滑 都是在明天开始可以感受到 这个礼拜四礼拜五呢 空旷地区的一个 早晚的一个温度相对是比较凉的 大概是15度左右 礼拜六呢 由于中南部的空旷地区呢 还是有些辐射冷却的一个影响 所以它低温回升的一个幅度相对是比较缓慢 南部的部分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相对低温的一个情形来讲的话 也是落在27号 礼拜五大概是18度左右的 左右的一个低温的一个状况 礼拜六礼拜天呢 整个一个低温呢 慢慢也是缓慢回升 所以针对这一波的一个 冷空气的一个影响呢 其实有很多的专家也在讲说 可能是强烈或是还有人说有寒流的feel 不过我们从这个实际的一个预测上面来看的话 基本上呢 应该在这个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呢 是达到大概是13度的一个低温状况 所以应该是达到所谓这个冷气团的一个强度的部分 这一波过后的一个情形呢 我们再接着很快来跟大家来说明 从气候预报的一个部分 气候预报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做声音现象 台湾在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海温最近90天的预报 我们观测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偏红色代表偏暖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声音现象的海温 发生在秘鲁东太平洋这一块的暖海水温 其实某种程度会影响我们东亚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特别留意所谓声音现象的一个发展 这个声音的发展呢 从过去来讲的话 有媒体一直在讲说 它是不是跟这个1997年的超级声音 它的一个强度相当 这个是每个礼拜的声音的一个强度 红色是1997年的一个超级声音的强度 黄色是2015年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在上个礼拜 还有这个礼拜最近的一个海温在每周的一个数值上面来讲 确实是有比这个1997年稍微偏高 不过呢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声音现象的海温 通常会看所谓的比较长时间的平均 三个月的一个平均海温的部分 所以从预测的资料上面来看的话 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的整个声音的发展呢 会达到最成熟的一个情形 并且呢 有可能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 所以明年春天的一个部分 我等一下也会稍微跟大家来做说明 所以我们从它整个强度预估的一个情形上面来看的话 2015年黄色的部分呢 它整个长时间的一个三个月的一个声音指标来看的话 应该是跟这个1997年的声音的强度是相当的 声音发生对我们台湾的气候会有什么影响 当然从过去的一个经验法则上面来看的话 就是比较容易出现暖冬 隔年的春天呢 比较容易会有春雨 北部春雨可能会略偏多的一个情形 目前呢 对于这个温度呢 它的变化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比较不太一样 雨量的部分呢 就是明年 今年的12月 1月 2月 所谓北部春雨季节 我们要特别留意 我们要特别留意是不是有这个偏多雨的机会 目前这样的讯号还算蛮明显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线上的朋友啊 或是有一些农友是在这个 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这个农友可能特别留意一下 这个明年2月1月还有今年12月这个降雨的部分呢 可能相对有机会是比较偏多雨的一个状况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这一波短期来讲的话 冷气团的一个影响到12月会不会有冷气团的影响呢 我们从这个12月 一整个月的一个冷空气的一个影响状况来讲的话 刚刚有提到在12月初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比较 比较弱的一个冷空气影响的一个部分 大概是以这个北部为主 预测资料 在这个12月的大概10号到15号 这段时间或许还是有一些 冷空气影响的机会 不过真正要有比较明显冷空气影响 从过去几年还有预测资料上面来看 基本上在这个圣诞节前后 也就是说圣诞节12月24号前后呢 冷空气影响的一个机会上面来看 相对是比较高的 从我们客观的预报也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12月20到这个月底 就12月的这个下旬呢 似乎呢 冷空气影响的机会相对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边我想也很快来跟大家来做个说 我们气候风险的管理需要有一个认知 就正确的认知还有管道 怎么样获得正确的一个气象资讯的一个管道 我想我们公司这边可以提供一些 比较正确及时的一个资讯 而不像说一些新闻媒体为了要吸引大家去看 就有一些比较夸大的一些报道 那我想就是说很多的作物其实在播种 发芽生长或采收呢 都可能会有适合的气象条件 或是不利的一个气象条件 所以在这整个一个生命期来讲的话 其实怎么样有一些好的一个天气的资讯 可以参考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这边也是借着我们跟FKL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让很多的农友能够接收最正确的一个资讯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天气的预报没有百分之百的正确 所以我们这边也稍微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这个天气的预报随着时间 稍微它的误差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要预测 未来一个月冷空气影响的状况 它相对的一个误差时间会稍微比较大 误差相对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天气预报这个产品 它产品的一个说明书的一个状况 当然越近到了一周到十天 基本上其实在冬天的温度的预报 相对的掌握程度其实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 其实我们公司在脸书 还有在公司网页 其实也针对这一波 其实都有一再强调说 这一波其实要达到寒流的强度 其实机会相对是比较低的 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比较长的 这种气候的展望 来做一些耕种栽培的管理 等时间点更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 我们这边可以提供一些 两个礼拜的一个礼拜的 到进入到一天 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比较更正确 更及时的一个气象的资讯 让大家在这个作物的一个栽培上面 能够提供一些参考 那当然了 其实我们线上报名 其实是有一位是凤梨的农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上来 如果对凤梨来讲的话 其实一般低温可能要低于14度 才会对它的一些发芽状况造成影响 不过我们从这一波冷气团上面来看的话 中部低温呢 基本上其实还不会达到 这个14度的一个低温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边我也稍微 跟大家做个一个很快的一个说明 所以呢 针对我们短期这一波的一个冷空气的影响 26号27号 温度是达到最低的一个状况 北部空旷地区大概是13度左右 中南部呢 它的冷是受到这个辐射冷却 日月温差比较大 有时候早晚清晨的温度相对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白天温度出来的时候呢 温度就会回升的一个状况 未来一个月呢 可能比较有机会有比较明显冷空气的影响呢 大概时间点应该是在12月的这个下旬 中旬下旬12月20过后 左右才会有比较明显冷空气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情形 当然呢 这一波的一个冷空气呢 其实不算迟到 因为整个全球暖化造成冬天 整个大陆的这个冷空气 冷气团相对是比较偏弱 所以这波冷气团呢 其实如果跟去年比 其实还算早了几天 去年是12月1号 今年大概从预估上面来看看 26号27号 很有可能是算第一波的冷空气的一个影响 好那这是我很快的针对我们 最近的一个天气 以及未来一个月整个气候的展望 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很快的参考 那我们就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 那我们这边如果可以回答的话 我也可以在线上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些说明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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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